姚百味的英雄的增多 出现会导致你在红色方 其实也有更多选择的可能 是的 因为红色方 就是Counterweight 这边可以决定着 你这个英雄的一个分线 你可以去看对面的英雄 所出什么 你这边可能会尝试 在线上可以打出来 更多的优势吧 这也衍生出很多打法 因为刚才我们讲了 围绕着上中野的争夺 变得更加的激烈 那也衍生出来 AD他现在往往可以承担 功能性这么一个位置 这样RA如果想纯提速的话 其实是可以拿个劲的 剧魔直接拿了 剧魔我觉得在早前的版本里面 也是有些小加强的 但是这把左边 现在还没有出现大前排 但他这个英雄 也是可以稍微去 限制下地形 那应该就是 如果是这样亮的话 那就是卡尔玛走下路 搭配着塞纳一起了 邀姬跟赵新 也是前期非常暴力的中野组合 爆发非常凶猛 是的 好 最终还是敲定塞拉斯 那我们看看这样的话 在中野的对抗方面 其实RA应该是 在早期领先一筹的 嗯 喀萨这里拿了个红之后 直接去入侵 到了乐园的红buff野区 嗯 而且一直是 没有被蓝色网所发现的 地图上没有被拼信号 是的 而且他这个时候过来 很有可能会打这个F6 导致喀萨可以直接偷完了走 是的 而且下路还可以干凯一波 因为卡尔玛跟塞纳 两个人压线压得比较深 这剧魔已经来了呀 虽然只是两级的剧魔 但是线上本身就打得很强势 艾萨这里一鞋可能要交了 身上被套了一手护盾 剧魔过来 最后是大队交闪线 将这个人头给喷下 是的 剧魔眼神助攻 嗯 但总体上在线上还是一霸呀 嗯 下路艾萨也再次被打残 套博下路装战组 打得相当强势啊 两个闪现的 但是很大一波兵进来 两个人血量都不是很健康 没有治疗的话 感觉很有机会 手脚TP 这是两个中单的TP 是 落地之时 塞卡已经倒在地上了 佛佛过来 踩两下 总算是换掉一个 但是佛佛自己 因为W已经用过了 也比较危险 是的 不过因为腰机比较灵活 没有吃到大嘴这边 被动的一个伤害 比如说大嘴 它其实是一个 偏抗压的一个鞋子 似红的出门 嗯 重新掌控回了下路的线权 只不过喀萨又过来了 不过这一波 后面有一个照性 它下来的话 很有可能它自己会很危险 嗯 这是五级的照性 喀萨先扭掉W 之后一个柱子 将照性劝退 六级的照性啊 是这个等级 前期刷也很快 所以提升的很多 我这波赛拉斯 是在正面可以先到的 但大嘴有点远 一捅就捅到了赛拉斯 才是就给我往前走 嗯 现在六级的照性啊 在野区是比较强势的 而右边奈特 也打了封封一套 是的 拉到了腰机 要就在打波上 又回来了 两个上单都要过来 马上打波 五威武 乐延接闪现接大招 躺住了不少的一个 伤害输出 看着iBoy 先往后拉 赵兴已经先行倒在地上 这波开团可能要交代 红四方 交闪现入路 交闪现接Q 能强行减速流人 但是赛拉一手W 让两个人给控住 而且当时这个 回合应该是 还没有踢下来的状态 而且赵兴虽然说 捅了上去 可以规避掉 来自前方的障碍 但我们看到腰机 从侧翼后方切入 对于RA的后排 威胁是很大的 尤其是这个 发育不畅的后排啊 这边先想动嘛 在槽里面放了一个针眼 等着俊魔过来 肚子顶了一下 赵兴这边 直接教育自己的大招 往上捅 但赵兴立刻被 赛拉四方吸到 赵兴先倒 两边打野 做一波互换 芳芳是拿到了一手双buff 是的 奈特这边应该是 偷到了腰机复制的Q技能 给发Q之后 后续没有连上了 赵兴在后面等 准备去抓一下 刚上线的露露和大嘴 但露露有6级啊 塔下想越是有点困难的 对 兵线也不是很够了 柱子顶了一下 腰机腰机 直接W回去 反正甩个链子 但没有中 这个位置 感觉交际并不是很好跑 但是W又好了 是 比较灵活 上线的喀萨 依旧是给线上的英雄 带来的一些压力啊 上路Q不是有闪的 并不是很好抓 有闪有大 但他自己回来位置有点深 闪现红路W开 直接交了波死亡闪现 就不刚交闪现 自己就倒 另一边 阿一表示 也不想放你走 杀了我的兄弟 我要为兄弟报仇 乐言 还在继续连 哎呦 但是那是成功反杀 这只士军突刺 回血回得太凶猛了 是的 这波卡萨虽然没有 在这边战场 但是还立了大功 他却把腰机的TP打断了 对 应该是一个柱子 将其顶段 这一波真的 如果腰机踢下来 可能结果就会不一样 这边大招还给到腰机 闪现这边直接跟想单杀 但是蓝不够了 这边也被链子练到 要被封掉 现在是腰机的轮次了 W技能好 上来 但是被咬了一口不敢了 虽然说只有咬一口的蓝 但是我成功用出来 这腰机还是有威胁的 是的 把对面逼退了 回头 给到了这边很关键的机会 因为如果他不回这下头的话 这边应该抓不到他的 应该是有感觉 但是等了一会儿又发现 确实好像没有人 然后这一波 你看赵姓差一点 就完成了收割 但夏拉斯及时的 一级能CD好了 打断了一下 他进攻的一个脚步 几方的第一条小龙 小龙拿下 双方的数量是一比 是的 相方直接放 这刚好 因为还剩下10秒钟到14分钟 感觉这个 正好 要一学他满足层了 是 没有做护送 里面娜德有点落单 乐言想去W跟闪现 但是没戳到 所以跟不上后续的E技能了 旁边来了个变大的大鳄鱼 赵姓跟妖极相比 赵姓可能要先被打 因为妖极是比较活的 赵姓只能选择去卖掉自己 强行想死先换一个 但是换不掉 赵姓再次回险 配合着鳄鱼将其收割 是的 下路也打起来 艾波这个位置挺危险的 直接往后面拉 路路这边闪现被打出来了 但是他是想要去进攻的 是 他这个闪现可能 DIF2连 对 大嘴这边 智慧默认已经在手上了 不过卡马这个位置 感觉有点危险 但往后面拉 不过大嘴这边 在身对他自己 闪现直接交出来 举摩到场 有没有柱子空间 但是立得稍微有点远 抱好出手 这两个人直接 对着三个人就开始操作 嗯 柱子卡一下 这卡的位置相当好 直接把乐言卡在这个死角处 路路还鼓着手变扬 只不过第一时间输出 大嘴跟不上 大嘴过来 总算能喷出第一口了 两下 正好拿到这个人头 是的 因为乐言上一波 把闪现交了这一波 也没有更多的操作空间 大招CD还没有好 又是个珠子 又是个珠子 又想出来去针对一下 Iboy Night从前面过来了 拖了一个腰阶大招 直接粘住 路路拿下镜头 哇 塞亚大有点拖大了 自己耽误的时间有点多 在上面 今天这边也是 在跟两个人做一个纠缠 第一时间腰阶 已经没有作战能力了 而且飞哥看了一下 也是放了 是 再转线过来 配合着队友 想把这条侠五千锋给拿掉 卡萨这一个锯模 他堵在这里 对 就这样一个柱子 卡在这里 令蓝色王会很尴尬 秦天是半血 表示要先秒这个半血 秦天呢 就已经直接回了一口 在这二轮一层 瞬间秒掉大野赵信 哦呦 秦天都已经 大插特杀了 福福刚想去踩JK了 立刻被路路套上引燃 直接劝退 这锯模又开始了 每次就一个柱子 每个柱子都能影响到 对手很强的一个机动性 这给中路内塔撞了一头 去防一防你这种AP英雄 这波奈特TPSJD还没有好 中路可能会少 而一波机会吗 露露直接把大招 给了锯模 锯模加自己的大招 太肉厉了 又是配合大嘴 两下点掉了赵信 秦天再次突过去 正断了锁链 这个就是露露 她的这个保护作用 这波赵信 是不是又没有开出来大招 她是不是被控了 而且这一波甚至可以去逼团 因为现在血量才过半 又是一个柱子卡住 i-boy的位置 J-club直接配合着路 挺身向前 开始开吹 就靠下路两个人 先去看看能不能打退对面 不过这边大嘴被龙击飞了一下 但还好没什么危险 Fofo过来 只能强行去骚扰一下 但是并不止渴 RA还是比较难受的 他们这个阵容 手塔能力 还是比较一般的 大家照顺着 耳背变扬了 太难受了 中路这个内塔 现在RA是守不了了 鳄鱼在上面带 但Night这个位置 感觉是有机会来抓一下 不过Night身上是有闪现 中了一下三大 W往后面拉 但是她很肉很油腻 并且回身过来 还想去找i-boy的麻烦 不停地去折磨着RA的重架 应该也是算了一下对面的CD 可能刚刚WCD还没有好吧 上路的内塔也破了 现在两路兵线提进来 淘宝这几个人 就赖在高地下不走了 就慢慢消磨掉这个防御塔 有机会就点一点 要去这边下来 反正自己被打出了一个闪现 甲胜也被打掉 塞娜刮一手大招 J-Klove被控 但是往后有闪现可以拉扯 还是比较灵活的 而且感觉RA现在伤害不够呀 大嘴刚刚那个位置 大家也都是用了自己的很多技能 然后来去尝试击杀她 但是都没有秒掉 秒不掉啊 鳄鱼闪现红路W拍 配合着塞拉斯瞬间秒掉卡尔玛 哎呦这个回头啊 回流身法 又是一顶 顶到I-Boy I-Boy直到手抬一口 J-Klove一丝血 但是没有人补足最后最后的伤害了 焦机喊遭陆路毒手 大嘴继续输出 配合着队友又将破败之王给秒掉 就Night收她人头 两路齐破 那现在RA还有三个人在拳水里堵秒 要看套波的选择 是的 其实是有机会一波的兵线比较多 鳄鱼这边往前 但是并没有留到人 所以他们直接过来推最后的防御塔 两个单人线还在堵秒啊 剩下这三个人不好去防守了 J-Klove又是套着露露盾 上去去喷伤害 Night也给了很高的一个压制 在大队套着露露大招的情况下 其他的几个队友 成功飞掉了RA的基地 我们恭喜涛博 先下一场1比0 领先RA 恭喜涛博 这一场就是从 开野的第一波开始下路干渴 然后一直都是由涛博在领先的 没有给RA找到什么机会 就有一波吧 中路是一个涛博4 然后RA5的一个情况 但是这一波RA当时也是明显的感觉 伤害不够 并没有去尝试 来一波多大伤 夏娜跟卡尔玛 两个人还在非常 就是没有什么担心的点的在压线 因为他们两个前期就是 本身就是上线之间 先偷了一套伤害嘛 前期压一下是比较正常 他们没有在自己的后方去做一下 可能对面会有一个绕后的机会的 等意识到后方来了一个大摇大摆的巨魔之后 那自己下路双组就已经要付出一选了 我们看看本场比赛MVP怎么去给啊 是给到了中单Night选手 给到他的塞拉斯 5-0-3的完美KD 对位经济差来到了3500块钱啊 嗯 就像童琪讲到的 Night在早期就像一个小打野一样 不停地去支援到野区以及其他的线上 打得很灵活 是的 泳霜加上今生的出装 提供了很好的灵活性和激动性 同时一首杀人说还能补足自己的输出 没错